李坤泽,李坤泽委員不在 楊瓊瑩,楊瓊瑩,楊瓊瑩委員不在 李同浩,李同浩,李同浩委員不在 有請徐清雲委員 謝謝 主席,在座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席想請我們省署長 有請署長 徐清雲,你好 署長,您應該知道我是要問您什麼 首先,我本席要在這裡感謝 我們劉建國委員,我們劉釗委 今天排定這樣的一個議程 就是有關新竹縣蕭里希的 污染的防治報告 這個,署長 您這個,今天的業務報告,洋洋灑灑寫了八頁 七個大點 那裡面提到最接近的時間點,是在今年七月三十一日 那這個,到現在七月底到現在,九月份 十月份,這兩個多月有沒有什麼進展 呃,你講的是改牌的事情 或者是 您這兩個月,您這報告什麼時候訂稿的 就是叫送來報告什麼時候訂稿 那你去看鑄證嗎 是的 我知道 你知道,那這個糾正案 這個糾正案,您看過嗎 呃,有看 有看過 是啊 好啊,那這個 請問署長看了糾正案以後 我們這個消理系,你打算怎麼做 呃,我們會針對監察院的一些 部分,我們會做一些清楚的回應 是 不是啊,監察院裡面講什麼 您知道裡面講什麼嗎 就是要來 沒有重點嗎 要協調這兩線,然後妥善處理這件事情 好,那您有做嗎 有,現在進度怎麼樣 因為這個關鍵還是在這個,兩個污染源 他能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好 所以我們在中間也做了一些其他的 可能的替代方案的模擬 好 跟他們去溝通 好,那現在請這個糾正案文 麻煩幫忙拿給署長 好不好 這份糾正案,是因為今年4月 本席與我們新竹縣的縣長 還有新竹縣各級民意代表 包含一些鄉親 我們到監察院提出的陳情 那監察院也在9月18號 提出了這個糾正案文 結果我們環保署 在今天的報告裡面完全不提 那現在本席想要請問您啊 這個您唸一下 唸一下這個糾正案文的第9頁 第三點,可不可以請您唸一下 第9頁 由上 對不起 出可見經濟部環保署 就引用水源的規劃認定全責 其未確實釐清 造成引用水源管理的界面出現疏漏之外 益政環保署是公共集水單位 依水立法制來水法規劃 選定引用水源取得水性完成淨水工程施作 完成設置取水設施後 使你一定公告引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引用水水稅為一定距離 並被動進行相關管制作為 鮮有添於引用水管理條例第三條 同條例施行系的第二條 及該屬辦事系的第八條 分別授予該屬指定 引用水及引用水源全國性 引用水管理政策制定定定督導执行事項 及引用水管理措施研定指導監督执行事項等法定執權 因無視該引用水源涵蓋地面水底下水底及該屬指定水底 該屬顯難遲行事消極被動之舒適 您認同嗎 不認同 這個監察院認為我們環保署就是消極被動 我不認同 然後我們馬總統這個馬政府啊 一再被民眾批評無感 那這件事你要怎麼去讓民眾有感 這件事情我會向您說明 我們會向監察院去說明 這個引用水的劃定水連水是保護區 是縣政府的職責 所以今天如果 如果要把它劃的話 縣政府就可以有主動 而且我們的行用水條例規定的很清楚 所以縣政府首先去做 是啊你不用講 所有人的這個包括監察院調查 包括我們地方上 包括很多專家學者 大家意見就這麼巧跟你這個環保署就是這麼不一致 因為我們是主管機關 我們很清楚我們的法條的內容 請問您經濟部的職權有包含全部飲用水源的規劃與認定嗎 有沒有 經濟部沒有對不對 好沒有 那請問署長環保署是不是依法被授予指定飲用水 飲用水源以及全國性飲用水管理政策的策劃 我講這個程序 向您報告的程序 飲用水水源的指定跟化費保護區 就是由縣政府開始去做的 由他來換水是保護區 好啊這跟現在沒有關係 縣政府絕對不會贊成的 對啊所以問題在這裡了 你又不化保護區 讓我如何去保護 好那來接著 本希請教你 我們環保署認定的飲用水水源包含哪些嗎 不會只有自來水吧 一個是 你問經濟部做什麼 一個是 依照這些水法所劃設的自來水的水源取得的地方 那是就是經濟部那邊去認定的 第二個是公共社區的 他們專的那個取水的部分 好啦就等於說 第三個是 不是只有自來水 你一個經濟部一個函 你就給他認定 非飲用水水源 飲用水水源包含地面水體 地下水體 還有該屬指定水體 是不是 他這不是一個處分的 這是一個說明而已 說你可以用這些做水源 他們不是處分性的 所以你把它解釋成處分性的 不是正確的解釋 好OK那但是你要考量 蕭里希 蕭里希 你首先你先以經濟部的函 就認定他不是飲用水水源 這就是一個錯誤 在糾正文裡面也有講到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辦法再讓您唸 所以這一點你們就第一個屬指 如果 等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蕭里希 橫灌整個的新浦鎮 然後新浦鎮下游 整個灌溉也好 飲用水也好 那麼多的民眾 尤其新浦鎮自來水的普及率五成 有很多民眾飲用地下水 你有考量進去嗎 所以蕭里希繼續讓這些 這個光電廢水排進去 然後現在這個 大家已經抗爭了多久 環保署完全默示不管 不是這樣子 所以剛才你講到地下水 馬總統說一個月 一個月讓民眾有管 就這件事 你怎麼樣一個月讓我們民眾有管 這沒有辦法 我怎麼說 我給你講 我給你報告 就是說 如果說你把井水看成 飲用水源的時候 那所有全國核杉沒有一條可以排任何的污水 我沒有說井水 對 就是井水做飲用水的時候 所以這個東西 還要去回到了解 我們的飲用水是怎麼管理的 雖然是說井水可以做飲用水 但是你再要化這個飲用水保護區 那才是個關鍵 所以現在我們政府的施政就是 政府想一套 漠視民生的安全 漠視民生 也不管民眾的這個反應 這點沒有您很清楚 包括縣長立委 各級民意代表等等 都反應 對 多次反應 環保署 完全不管就是不管 有 我們非常認真介入 你現在認真介入 好現在蕭李希問題怎麼解決 你說 現在蕭李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所有介入的話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我的法律的限制範圍內 我能做的事情 我就是要去積極協調 讓工廠不能做一些該有的動作 而願意做 如果說就法律範圍內 不用你來當署長 我來當也一樣啊 法律誰不懂 誰看不懂 有念臉書都懂啊 你只會做法律範圍內 那我問你 那現在 過去從過去這樣 十年 十幾年 很多是法律範圍外的事情啊 很多人因為飲用水 我們 身重病 往生 你繼續默示嗎 我們協助這邊供應自來水等等 就是在法律範圍外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協助看看 還有什麼可以改 那您知不知道現在 處理更好的方式 民眾希望的方向是怎麼樣 是 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希望 包含 我們也會來努力啊 我們的縣長 我們的議長 是 包含我們所有民意代表 包含所有鄉親 希望的方向是什麼 您知道吧 我們清楚 那你現在一個月內能夠有什麼作為 這個一個月內大概做不出來 那要多久 那要多久 多久可以做呢 您說 這個我實在沒辦法給你答案 那您這位置你要做多久 是我們隨時走路 隨時走路不是掛在嘴上 重點也不是在走路 你今天在這個位置 你就要負起責任啊 不是讓你來然後讓你走啊 重點在這啊 現在兩線的協調你有沒有做 桃園縣跟新竹縣有沒有做嗎 你環保署應該可以吧 你總可以召開吧 因為 你沒有一個答案之前協調是不出來的 所以你們到現在十年了 你還是沒有答案給我們 給我們新竹縣的鄉親啊 我們曾經多大的努力 對 我知道 我也跟您公開私下 我因為交理西來衛王委員會也很多次 連桃園縣政府發證不當我們策證 我們都準備好了 署長 如果條件成熟 真的要拿出破例 我們命令改牌 我們照樣可以做得出來 真的要拿出破例 是 兩線做個協調 是 這個可不可以盡快朝這個方向 這你總可以答應吧 沒辦法 要他們兩邊有意願做下來 那你們至少 我們只要 只要找了一邊沒有意願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先把一些我們認為兩邊可以接受的方案 能夠先在私下協調出來之後 現在兩邊可以接受的方案 然後兩邊做下來的話 已經在談了 不是嗎 是我們有在努力 對 那你到底還要多久時間嗎 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這樣子 你這樣不行 我們希望兩個月內 兩個月內 能夠 我們有共識的解決方案 我們朝那個方向來做 我們一起看看好了 好 一起看看 就是這樣 兩個月內要有作為 但是我不能保證 我們會努力在兩個月 希望有個階段性的資料出來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